倉業難, 手業更加難 要經營一間店鋪的確不容易 因為店主除了確保有足夠的客源之外 有時候更加要一眼觀測 因為只要一道不留神 這些貨物隨時會不逆而非 美女, 有甚麼光顧? 導師, 有沒有那一、三、五、七 必定能搜賣? 有, 要幾盒? 要兩盒 你等等 這兩盒, 多謝你四百六元 好 要甚麼交袋? 不用了, 謝謝 收你五百元 美女, 可否借來看看? 好 必定瘦得 不知道這隻藥行不行? 我女兒很胖 但買過幾隻給她試過也不行 好, 想問問你, 不知道這隻行不行? 當然行 我偷偷地告訴你 我以前在美國都是肥妹 吃了這盒之後真的瘦了 你也買一盒給你女兒試試吧 這也好 不過不知道這隻有沒有副作用? 這裡寫著成分天然 很可靠的 我吃了幾年也沒事 你先走了 你真識貨, 美女 不過這隻我們又沒有貨了 先生, 你會不會試試新出的 姐姐, 二、四、六、八, 瘦了十八 一樣有很多人買的 還有新的東西嗎?我沒試過 是呀 也好, 拿去看看 好, 等等 美女, 待會兒你幫她留意一下 甚麼二、四、六、八, 瘦了十八的 我真的不在行 沒問題, 我也想看看我剛剛吃 好 有甚麼分別? 有甚麼分別? 不對, 這次多了一個抗氧化成分 好 聽你這麼說, 我想這隻也不錯 好, 老闆, 我要兩盒, 多少錢? 這隻就貴一點, 五百元 五百元, 沒關係, 我要兩盒 阿儀, 我今天出門口忘了按鈕 老闆, 我現在銀行按鈕給你 我稍後回來買, 你留兩盒給我 是呀, 謝謝你 沒問題 謝謝美女, 再見 老闆, 給我一盒, 算便宜一點 好, 一定算便宜一點 片段中這裡的店舖導賞案件 經常都有發生 但在2015年, 大概發生了九千多宗 鄭Sir, 不如跟大家說說 偷竊匪徒的犯案手法 讓大家可以提防一下 好呀, Bonnie 根據我們的記錄 偷竊匪徒主要是用兩種犯案手法 包括聲東擊西和人海戰術 他們很多時會不斷要求店員 去拿不同的貨品 又或者同一時間有幾個人進入店鋪 要求賣東西 藉此分散店員的注意力 然後就會找機會去偷取一些貴價的貨品 那針對千遍萬發的店舖導賞手法 警方有甚麼房道建議給店主呢 我們會建議店鋪的負責人 考慮安裝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另外, 也盡量將貨品放在當眼的地方 如果視線有阻擋的話 就需要加裝廣角鏡 另外, 也可以考慮增加人手 盡量將貴重的貨品放在陳列櫃裡面 同時也可以考慮安裝電子標籤感應的防盜系統 只要加強了店鋪的保安 店鋪失事的機會自然可以大大減低 其實除了店主要打升十二分精神之外 進店鋪買東西的人 同樣不可以掉以輕心 對了, 萍 你今天還有甚麼還沒買? 讓我看看 我還要幫我姐姐買奶粉 以及幫我老公買藥油 對了, 待會帶你旁邊加藥房吧 很划算的 老闆, 老闆很好人 好…謝謝你, 阿娟姐 別這麼客氣, 我們走那邊 好 阿婷, 就是這一間 不如你的行李箱放在這裡 不要進去, 裡面這麼窄 你怎麼會被人捕走呢? 不怕, 我們進去買一買東西 很快就出來而已 不怕, 況且整條街上有這麼多人 那些賊不會這麼膽量的 行不行嗎? 行了, 走吧 你看這裡, 藥油在這裡了 你看哪一瓶 對呀, 真是很多, 真是 好, 會不會是這一瓶呢? 你看看, 合不合 對呀, 這張牌子的 是這一瓶嗎? 對呀… 對呀… 你買了多少瓶? 五瓶 五瓶嗎? 好呀 今天這些東西都賣了, 先拿回行李箱 糟了, 你的行李箱呢? 是否擺在這裡? 剛才擺在這裡 糟了 那怎麼辦? 不是真的被人拿了嗎? 片段中, 兩名女事主 因為心急進店裡賣東西 一時的疏忽, 結果就導致財物損失了 這個順手牽揚的手法, 都是賊人常用的 所以市民都要特別小心 很多時候, 賊人會趁著客人忙著選購物品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趁機會偷取客人的隨身物品 包括手提電話、 銀包、 或者手袋等等 另外, 我們也發現 不少的客人會貪一時的方便 將自己的旅行行箱, 或者嬰兒車, 放在店內 這樣, 賊人就會有機可乘 偷取嬰兒車上的財物 甚至乎好像在片段中, 將整個旅行箱推走了 而賊人偷取市主的財物 其實已經乾犯了盜竊罪 一經定罪, 最高的刑罰是監禁十年 雖然刑罰是有阻嚇作用 但是預防省於治療 謝Sir, 我們在提防偷賜方面 有什麼提示可以給大家呢? 除了店主要做好防盜的措施之外 店員和客人也要好好保管自己的財物 特別是要將一些貴重的物品更新 要時刻保持警覺 提防扒手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就能夠大大減低這個偷視罪案發生的機會 就能夠做到最後一個了